來正你比我小的又甲尾帶 你和我這四人最好的吉他 你是我的未來 希望你會了解 茄子彈演唱熱門電影主題曲 台下的觀眾聽得好嗨 邱澤和徐瑋寧 就是演了這部電影插出了火花 這首歌也變成了 兩人的定情曲 連茄子彈都於有榮焉 你們有跟他祝福一下嗎 私底下有沒有 我們有 我們有在下面留言 我們怕他們現在就是可能 在忙很忙 不出回應這樣子 不是 以你們的交情 應該等一下門打開 他們兩個就會走出來吧 那時候我們會嚇到 有沒有這一段 茄子彈還笑說 兩人的婚禮一定要去參加 當花童都願意 邱澤和徐瑋寧宣布喜訊已經三天 但是在演藝圈還是熱門話題 想要藉由這首歌 祝福他們白頭偕老 也希望他聽到我唱這首歌 有可能邱澤會回頭來愛我 我想大聲地說我喜歡你 帶我旅行全世界可不可以 露露的偶像就是邱澤 他說現在人家結婚了 他就可以專心愛他的男友 新北耶誕城演唱會 好像變成了邱澤和徐瑋寧的 慶祝大會 就連市長侯友宜都被拱來玩一下 現在是邱友宜的POSE 他心情愉快 我來就好了 3 2 1 納豆靠在舅舅侯友宜的身上 這就是最近最夯的合照 只能說男神女神的喜訊 真的來得太突然 讓大家討論不停歇 東玄學院日中心在台北報導